今期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中國 武漢有一間製衣廠 它的人員構成非常特別 幾乎所有員工都是全職媽媽 工廠創始人向經驗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在生完小朋友之後 她經歷過意欲婦女在尋求經濟獨立上的艱辛 所以決定開一間工廠 為同樣有困難的女性提供工作機會 向經驗表示 不少全職媽媽為家庭犧牲 但經常受到忽視 即使想出來工作都會受到眾人歧視 這間媽媽工廠的工作時間十分靈活 工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開工 向經驗認為 不管賺多少錢都好 至少這班媽媽有工 有自己的私企錢 心都會舒服些 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 由於性別問題或育兒責任 有三成女性都有工作困難 向經驗計劃未來會開辦分工廠 被更多全職媽媽來上班 多謝收看今期節目 下期節目又會去哪裡? 想知道 想知道的話 一定要留意澳門有線電視互動新聞台 環語快訊